这是我看过最真实的荒野求生 十位生存专家被放逐在荒野之地 他们只能在限定的工具中选择十种 谁能生存到最后就能拿到300万奖金 这级荒野独居挑战地点位于巴塔哥尼亚 他们不仅要搭建庇护所 寻找食物活下去 还要时刻提防每周诗和野猪的袭击 参赛者布里特刚落地就开始设置陷阱 原因就是在寻找营地时发现了野猪痕迹 要是能捉到一只 日后必顶轻松很多 来之前布里特是一名职业会计 野外生存既是他的爱好也是理想 参加这次挑战不仅仅为了达成所愿 还想给儿子挣个买房买车彩礼钱 落地后布里特开始勘察附近环境 巴塔哥尼亚以大风和严寒著称 风速最高可以达到每秒33米 尽快找到被风的营地很关键 在林杰走了许久 终于找到一处平地 不仅地上有着天然的席梦斯床垫 而且不远处就坐落着一条河 这无疑是绝佳的扎营地 就是旁边大树上的枯枝有点危险 他可不想睡觉时突然来个天降正义 只能继续寻找其他合适的地方 不料 走了没多远就发现一堆牛海骨 一番考古过后推测应该是美洲狮干的 突然附近传来的小洞 吓得他脸色都变了 张望许久无果后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结果没多远又发现了新鲜的野猪粑粑 俗话说毒史能让人明智 布里特这就安排上了套索陷阱 一头成年野猪的体重可以达到360多斤 他必须要把套索整得大一点才行 本想多设几个陷阱提高命中率 可是天色已经开始暗了下来 他得尽快找个地方安全过夜才行 幸运的是 前方就有颗鞋躺下的枯树 决定今晚就在此地安营扎寨 接下来这位妹子一看就是明白人 上来就给我送了一波学习资料 考虑是为27岁的大龄圣女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她 对自己的生存本领还是很自信的 参加这次挑战主要是为了拿300万奖金 洗白白过后考虑准备做一个躺椅 四周猫咪的竹子是个不错的选择 折断一些小竹子并把它们拿到岸边 没多久躺椅框架就做了出来 接着就讲起它的后续建造思路 先把竹子分割出合适的尺寸 把它们并排铺在上面并固定好 就这样一直忙到黄昏时分 竹子躺椅总算是大功告成 在确认稳定性没什么问题后 安逸地坐在上面欣赏几夜景来 毕竟想要生存下去赢下百万奖金 首先要做的就是获取足够多的食物 所以考虑一大早就来到河边钓鱼 等待期间 他不仅收集好了柴火 而且还找了一些蘑菇和浆果 这东西富含纤维和多种维生素 是野外长期生存中不可或缺的食物 如果能钓到一条鱼 就能喝上蘑菇炖鱼了 幸运的是 时间不长还真有鱼要勾 考虑拿着这条红尊鱼高兴坏了 感性完鱼的八倍祖宗后 蹲在地上开始处理今晚的食材 鱼头拿来炖汤 还有意外收获 里面居然还有只未消化的甲虫 于是甲虫的一生就惨了 死一次不够 可能还得再死一次 等到黄昏时 水面果然有了动静 考虑赶紧跑上前把鱼提到了岸边 拿起石头就给了他一阵物理超动 这才刚开局就轻松拿下double kill 看来这妹子还是有点东西的 镜头来到布里特这边 帐篷内的他刚准备睡觉 突然被附近的惨叫声吸引了 他猜想会不会是陷阱捕到了什么 考虑再三后 决定带刀去查看一下 越向前走 惨叫声也越来越大 结果刀地方后发现陷阱并没有出发 这时膀胱中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吓得布里特大气得不敢喘下 担心被反杀的他 赶紧解开刀鞘 小心翼翼的朝营地中走去 下面出场的这位选手叫做吉姆 参赛前他曾经开放过野外生存培训班 生存技能十分自信 生育技能就差了点 结婚后和老婆努力了多年 也没能造出孩子 不知道是因为婆娘太凶的原因 还是自己有什么难言之意 因此他们准备收养三个孩子 目前还剩最后一个没有办理下来 他说参加这次挑战是为了追寻梦想 可能是在家里受压迫的时间太长 刚落地就兴奋的吼了出来 他选中的登陆点还是挺不错的 很轻松就找到了安营扎寨的地方 拿着斧头走进林间开始搭建帐篷 现在两棵树之间拉起一条绳子 玩是再把防水布搭在上面 临时过夜应该是够用了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火源 找片干树皮把背面的绒毛刮下来后 打火包放在上面咔嚓整两下 火很快的就升了起来 看着自己一天下来的成果 吉姆对接下来的挑战充满了信心 绳屯挑战进行到第二天 为了抵御冬天来临后的严寒 吉姆决定搭建一个印第安帐篷 先在林间砍几颗合适的树木做框架 然后将它们分割成合适的尺寸 并用绳子捆绑结实方便搬运 接着用木头搭建出一个三脚架 却认稳定性没问题后 继续搭建木头做成圆锥形 本以为接下来还会有精彩操作 结果防水不往上一扑就完事了 先不说抵御风雪和野兽 怕是下点雨都能变成冲凉房 房子建好之后 接下来开始做床 在建好的架子上铺上一层小竹竿 一张离地的单人床就做了出来 接下来就可以安心找食物了 此日 天空开始下起雨来 吉姆原本计划了很多事情要做 全被这场雨打乱了 不免有些心烦 开始想念家中的妻子和那三只孩子 雨停之后 本以为他是打个水漂环解下 却不料下一秒就拿出了推赛电话 纠结了许久 最终还是按下退出键 这一步操作属实让人看不懂 想要参赛的人都挤破脑袋了 他却放弃百万奖金来了个三日游 可能担心妻子一人在家里会吃亏 也可能是觉得生存下去的希望不大 希望回去后他能早日当爹吧 我们接着看下一位选手 这个很像马里奥的男人叫弗勒 看他憨憨的自我介绍确实让我弗勒 这也获有个漂亮媳妇和两个可爱的女儿 弗勒所有的生存技能全都是自学的 令他引以为傲的就是建造能力 只要自己想得出来就能造得出来 参加挑战主要是为了赢下奖金买豪宅 弗勒的庇护所坐落在斜坡的下方 很有可能一场大雨就会送自己回家 于是他决定去找一个更合适的扎营地 倾斜的山坡让人走起来十分的困难 经过千席万苦终于到达了山顶 却不料眼前的野猪爸爸让他慌了神 因为野猪一旦受到威胁就会主动攻击人 想到这里他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小心走了许久终于发现一处好地方 这棵倒下的大树可以做庇护所的后墙 就在他认真构思建造方案时 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堆散落的骸骨 眼前的景象顿时让他感到几倍发凉 不得不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营地 时间来到晚上 弗勒用竹子做鱼杆准备液掉 设置好鱼线后把杆子插在岸边 就在他聚集会神期待有鱼有钩时 附近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吓得他赶紧拿手电朝远处照去 直接一双发光的眼睛出现在远处 然后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关注我 咱们下期接着讲